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2011年的时候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书 然后有人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南瓜啤酒 所以我们都来了这里去看看大约六号 然后就一进去觉得哇不错 但是当时这不是这样的地方 外面的地没有那么平 这里没有吧台 这里就是我们大约的娘酒坊 你们现在拍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酒吧 我13年3月份来大约 刚来了之后12号就是刚开始市营业的时候 新接触这种汉堡店 也是有一些摸不到头脑吧 老板的一些客人一些朋友来品尝 他们就说口味特别好 就找到了美国那种味道 中国在大约有很多机会 然后从豆角六号的那个店门口经过 然后发现这儿竟然藏了一个酒吧 因为不喝啤酒 所以刚开始来大约的时候纯属意外 有朋友说特别好一个地儿 所以要来看看那我们就来了 因为我住得非常近 所以会经常从门口过 印象中觉得要做会员是因为想要一个自己的会员杯 而且想要一个自己的会员牌 因为大约的会员牌很酷 然后做了会员以后呢 有一个会员的群嘛 你会发现有很多跟我一样 这么不靠谱而喝酒的人 然后大约有很多线下的活动 有会员日 慢慢地就从一家会员 就变成了四家会员 有一天呢我记得是我从门口经过的时候 看见一只巨可爱的拉布拉多 我就冲过来撸狗 撸完狗一抬头 哇帅哥 然后呢后来就跟这个帅哥 就成了我的男朋友 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入坑了 斗角胡同的设计的理念呢 我主要抓住时间这一个词 斗角胡同大家看到了 我们基本上对原来的空间 没有做任何的破坏 然后呢增加了一些 就是跟时间有关的元素 打比方向28的自行车 还有一些旧的黑板 其实我就想在这里面说明一个 就是精量啤酒本来发酵 它有一个过程 它需要时间 斗角胡同这个时间啊 怎么能够脱离现在这个 城市的这个快节奏 做了酵酒师之前 一直都是喝酒 对酒的其实根本性的 本质问题 我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而且由于每次喝都喝醉的话 就根本谈不上精细的琢磨 但做了酵酒师就不一样 从原料选材到整个的配送过程 到你每一个酵酒的步骤 都有一个更精细的了解 我们有很多想法 当时有关于新的药物 做一些新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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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新的研究 我们有很多想法 我们想到达到未来 如果您没有自己的销售 和自己的品牌 因为您想到处理 这就是我的四周 在中国 我认为很多人 特别人在《Great Leap》 我希望我们能够 能够更高兴 我们将进入未来 我很肯定大悦 会成为一个东西方合璧的 可以经历百年的匹牌 我希望未来的大悦 能被每一个爱喝啤酒的人 所熟知 大悦现在有自己的酒厂 能开这么多家店 我觉得有特别大的发展 其实现在越做 越有成就感 大悦是一个 让我感觉非常安全的地方 非常熟悉的环境 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 静静地坐一会儿 看着大家喝酒 自己喝酒 就很开心 很感谢大悦一直陪着我们 因为在很多开心的时刻 难过的时候 喝多的时候 或者没喝多的时候 有朋友有酒 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 特别过不去的坎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会继续陪着大悦 希望能有下一个更好的十年